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讲讲连加连减和加减混合运算 我们来看看这幅图的意思 树上有四只小鸟 第一次飞来了三只 第二次又飞来了三只 能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吗 对,就是现在一共有多少只鸟 现在一共的小鸟就是把原来树上的四只 第一次飞来的三只和第二次飞来的三只合并在一起 用加法计算 列式是4加3加3 这是三个数相加 三个数或三个以上的数相加 这样的算式就是连加算式 三个数相加时先把前面两个数相加 然后再与第三个数相加 也就是先算4加3等于7 再算7加3等于10 我们再来看看这幅图的意思 小鸭子分两次游走了 第一次游走了两只 第二次游走了四只 就是求剩下多少只鸭子 这些鸭子是从多少只鸭子里游走的呢 也就是原来到底有多少只小鸭子呢 我们看看第一次游走的两只原来在暗上 第二次游走的四只原来也在暗上 暗上现在还有的三只一直在暗上 所以原来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只小鸭子 游走的小鸭子就要减去 从原来的九只小鸭子里减去第一次游走的两只 再减去第二次游走的四只 所以列式是九减二减四 从总数里先减去一个数 再减去一个数 也就是从总数里连续减去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数 这样的算式就叫做连减算式 计算连减时 从总数里先把第一个数减去 然后再用所得的数减去第二个数 也就是先算九减二等于七 再算七减四等于三 这是一幅连换画 左边这幅图原来有七个小朋友跳绳 走了两个小朋友 再看右边的图 又来了四个小朋友 连起来看 原来有七个小朋友 走了两个小朋友 又来了四个小朋友 应该问现在有几个小朋友 从原来的七人里 把走了的两人去掉 再把后来又来的四人加上 所以列式是七减二加四 这个算式中既有加法又有减法 这样有加又有减的算式 就是加减混合算式 计算加减混合运算时 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计算 先算前两个数 再和第三个数相加或相减 也就是先算七减二等于五 再算五加四等于九